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1日 星期五 亦是今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兼且今天是2021年最後一日 今天的市場就叫做不差 可能要吃個美彩 也叫做有一星星大概300多點 大家不知道是否滿意 當然全年來計 港股的表現 不算好 跌了一成半 是一隻新鼓 新鼓雙湯 應該令大家下一跳 那邊的表現這麼厲害 是厲害的 現在這段影片錄的時間 還在競價 競價到五個半 挺誇張 但是大家當然會比較 留意打後的時間 究竟那時何去何從 先說一下 今年真的比現差 港股也好 科子也好 國子也好 比較好的籃籌 例如比亞迪 比亞迪也不是特別好的 李玲應該算最好的 另外李玲 接著打後的時間 也有創科這些 差的就是 Hotelo 這個壓力健康 還有壓力這些 小米這些 我們說 假設這些比較壞的股份 我們要醜股 下年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再重新呢 我覺得 其實也是難一點 因為始終 你看到這些板塊 今年所面對的問題 其實下年也差不多 還有下年的時間 更加多一件事 就是經濟風險的因素 剛剛那一節的節目 也跟大家分享過 不過 大家可以說得比較詳細 在這裏 M在這裏 又不再 那麼 沉氣 又說得及 但是可以說 下年的時間 內地股市 即是內地的 投資市場的環境 都還是差一點 不過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就是 本身 之前的強調 一些 新能源股 儲電的概念 那些 都還是 我覺得是焦點 那些大家 又不怕拿著 又或者 不怕 再想一想 可能 逢低 又可能考慮一下 那 我市場最終 現在叫做收市 是 23,397點 那 都是去不到 23,500 以上的位置 和之前的想法 差不多 都是回到 23,500 23,500 到這裏 上落 那些 現在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 騰訊 這些 都 今天 都 都 升大 23,500 現在收市 都升大 13,500 其他股份 都差不多 這裏 應該是 這裏 這裏 應該是 升得比較誇張 不過 升得比較誇張 也好 今年以來 他的比例仍然是比較差 因為 今天 說真的 很多股份 升得比較好 但那些股份 本身以往的時間 都跌得厲害 你見 梅文 那些也是 今天升得比較厲害 但你不要忘記 他的股價 前一兩天的時間 才能闖到 近年的新低 所以 今天的反彈 其實也 不是 意味著什麼 科子 也升了 3.6% 上來 但也 不是什麼 特別的 漲幅 始終是科子 今年 如果不計 今天的時間 跌了三成多 那就 差 不過 正如剛剛提到 下年 能不能夠 真的 真的 能夠彈回 我 不太樂觀 當然 也不說 你今年下跌這麼多 你下年 應該按道理 可以彈一下 但 也未必 可以 例如 以恆子 跌了一成多 你能夠彈回 一成多 甚至乎 兩三成 我又不敢看太樂觀了 那 反而 大家可以 今天 都 沒有特別 跟大家分享 差不多 到 最後 甚至 都忘記了 先看 通常我做這個節的時間 都會先看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都忘記了 現在再看 也沒有問題 先看 我家裡 往往 恭喜你 我看 往往 你四個三毛半有課 借二十 雙刊 我想今天是你沽了 也恭喜你 你也 設定指贈 OK 基本上不用理他 非常好 也恭喜你 往往 臨尾也過了一個肥年 那 雖然 現在 大家可能回報 希望下年的時間 大家拿著強勢 相對比 基本面比較好的股份 希望下年的時間 可以賺回 可以叫做追回 追回輸的 那 我選擇的心水 也是韓運股 然後 新能源 儲電 環保 可能也好一點 那些 我想我首選 都是這一群 其他 那些板塊 就 都真的 可能很個別 其實 電信板塊 中移動這些 其實我覺得 又差不多 甚至 大家炒 多元宇宙 那些 其實我覺得 這個 叫做 喜歡懂這些 都其實有這些概念 我知道 跟大家分享過 我覺得 如果做5G做得起的話 喜歡懂這些 其實可以 我說過我原來的邏輯 其實原來的概念差不多 只不過 你說 這件事 就是 5G 大家都說 一兩年 特別是5G 趕了一兩年的時間 但是 還是這樣 沒有什麼氣息 但是 中移動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 如果是比較安全 保守一點的話 都可以考慮 還有 明年大家也可能留意 金融股 因為 美國方面 加息 應該就 按道理 三月就沒有走 但是 加息的部分 如何行法 這個就有變數 另外 英國那邊 歐洲那邊 就是 你說去那邊 有沒有條件在大幅度加息 等著歐洲那邊 可以說真的 很進取呢 暫時看到也很難的 還有一些 地緣政治的因素 這些 我想是下年的時間 大家 要關注多一點的地方 不過 剛剛提及到 那些國賊 受惠板塊的那些 就真的相對 會被贏面 相對比較大一點 所以大家就可以 留意這些股份 先 而美股 我還是看好的 下年的時間 再跟大家 不斷地分享 有些 什麼股份 有些什麼板塊 甚至我自己 有些什麼 持創面法 都跟大家 有時間 或者記得 都跟大家說 這樣 大家也是 一如二玩 大家 祝大家 夏年 2022年 都可以 投資 叫做 常米常有 跟著 變成 叫做 身體健康 這件事 我們就 下天上見 也希望大家 多支持 就這樣 沒什麼事了 下天上見 拜拜